中国打压台湾的力道不断增强 除了胁迫美国航空业者更改网站上台湾的名称 更透过政治手段停办由台中市举办的2019东亚青年运动会 面对日益压缩的国际空间 台湾积极参与国际公民社会 美国国务院24号起首度举办促进宗教自由部长级会议 全球共有超过80个国家组团参与 台湾野祖代表团 由驻美代表高硕泰 内政部等官员 以及非政府组织及学者参加 高硕泰与各国部长级代表合影时 站在后排中间 与身旁的其他国家代表相谈甚欢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 透过正式的发言 以及原作的讨论 还有跟其他各国代表团的多方的接触 提到了很具体的 像我们的宗教替代役 例如像我们对于在台湾的外籍劳工 对他们宗教信仰的一个支持 台湾这方面已经有很好的成绩 对于美国航空公司遭到中国当局施压 被迫改变网站上对台湾的名称使用 高硕泰在受访时表示 政府立场清楚 严正谴责中国使用手段矮化国格 这也是台湾人民无法忍受的 那么因为这样子的做法 只能让双方的关系越行越远 那这样的话呢 也让我们的国人觉得说 这些打压的手段 霸凌 透过霸凌台湾 并不能让中国更伟大 至于美国航空公司遭到中国施压 改变网站上台湾名称 代表处是否和美国国务院沟通 高硕泰表示 相关议题的讨论和沟通 从来没有间断 而对于中国的野蛮行径 美国联邦参众议员 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中国 除了重申台湾是美国的重要盟友 众院外委会荣誉主席罗斯雷廷能 也在推特发文 呼吁大家起身对抗中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